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下一秒就从拔拔卷里把那俩玉米粒抠了出来放进了 你们等会我怎么感觉我家里一股味 我去看看我家马桶是不是漏了 另外一种能够用到这种姿势的情况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广大小哥哥小姐姐们肯定比我懂 观音小姐姐在线教学 我是不想学这个啊 我也学不会 硬件上不允许 我只想老实巴交的学个日语 这个灯坑的男人是三天良界的大表哥 他叫房屋中介 而房间里这个可甜可咸的姑娘 她是公本五脏的小表妹 她叫沙也妹友 沙也妹友小姐姐正在房间里看小说 畅想着罗密欧与朱利亚的爱情故事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此刻她的房间天花板上 一个赤裸裸的眼睛就藏在里面 正通过一个隐蔽的小孔 把房间里的一个姑娘一览无余 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件事还要从长记忆 大概几天以前 房屋中介觉得最近腰板有点胀痛 所以在自己的小女朋友家里来了一发 你看她这个女朋友 那是丰满圆润 肤白貌美 性感十足呀 可以说是该有的都有 该撬的都撬 男人完事以后习惯性的点根烟 那感觉简直就是 炮后一根烟 赛过活神仙呢 这里女人穿衣服的功夫 房屋中介已经抽完了一袋烟 然后提起裤子就要走人 也不管女票的照杯 是否需要人帮忙 才能扣上拉环 你说这不是渣男 这是什么 也难怪中介最近刚刚辞掉工作 感觉自己怀才不遇 整个人都打不起精神 只能打得起炮 所以需要女人的体温融化一下 房屋中介刚刚走出家门就在想 既然嘴也轻了 也用自己的温度计 给她量过体温了 那是不是现在就该和她分了 嗯 我觉得小伙子你非常有前途 下一个最渣男演员 一定颁给你 难道渣男都这么容易得到小姐姐吗 这让老夫好生羡慕呀 房屋中介叼着烟卷走在路上 看着形形色色的人群 就在满心自问 这些人活在世上到底有什么乐趣呢 他们又是如何打发这个无聊的人生呢 难道都只是靠着晚饭后的 那春宵一课两分钟吗 刚刚过地的中介觉得 这美酒和女色虽然自己一样也借不了 但实在是没啥兴趣 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看编你个一年半载 你有没有兴趣 到时候估计你见了小母猫都会觉得和蔼可亲 房屋中介现在还是一名学生 住在不远的东莹馆里 已经数不清这是自己住过的第几个酒店了 正要回去的时候 郑小赶上杀也没有小姐从酒店出门 他害羞地从中介身边走过 温声细语地说了一句 Kunichiwa 中介回头打烊了这个女孩 毕竟好看的小姐姐谁不想多看良言呢 现在的中介靠着家里的生活费过火 不愁吃酸 所以剩下的只有无聊 而他所认识的身边的人也几乎都是无聊之人 因为工作不用心 中介已经被老板骂了不知道多少回了 而他唯一的兴趣就是 看着那些让人头皮发麻的犯罪史 身为变态杀人毁尸灭迹 只有这些故事能够让他从原本无聊的时光里得到解脱 而说到这些惨绝人寰的故事案里 只有一个男人能够满足房屋中介的小兴趣 这个男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江湖川 没想到他还是个蛇精脸的美男子 不知道多少小姐姐会被他量提问 想都不敢想 房屋中介和江湖川是偶然的意思 在咖啡厅认识的 当时的江湖川突然开口问了一句 你到底对千仓在认了一行 你的矿气有什么像法没有 没想到这个美男子还是个河南人 你砍起来就好像很容易陷入矿气 江湖川指着房屋中介说道 很意外中介并没有觉得这个人很烦 反而坐下来仔细听他说 觉得他说的很有意思 江湖川给中介讲了一个又一个害人的故事 什么杀死自己的同事丢进焚化炉 烧成灰的博士 什么有小孩的屁股煎药 就为了治好养父怪病的男人 这些故事让中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牢牢地抓住了他的心 讲得正起劲的时候 江湖川突然停了 那湿漏的感觉就好像 不要不要不要停 当中介想让他再多讲一切的时候 江湖川突然义正言辞地站了起来 记性眼前的这个男人 不要时刻维持正体 不要被那些犯罪怪物心里吞噬了 因为每一个想要窥探黑暗的人 在为黑暗如痴如醉的时候 黑暗也在窥探着自己 但即使如此 这个世上唯一能够让中介提起兴趣的 也只有那些犯罪的故事 也正是这些故事让他的人生越来越不幸 对于他这样一个天生懦弱的人来说 犯罪是不可能的了 直到有一天 前来故事的中介发现自己的房间里的烟 竟然会被吸入碧橱粒 这是怎么回事呢 然后中介打开壁橱 发现原来是天花板的原因 那些烟都被吸入了天花板里 所以他顺着烟的方向 打开了天花板的盖子 万万没想到 竟然发现了一片新天地 这一万的灯光 这不灵不灵的光斑 再加上一段打击月 跟我左手一起画个龙 嘿右手再画一道彩虹 中介就像是发现了宝藏一样 别提有多兴奋了 他感觉自己有救了 终于可以大显身手了 终于可以尽情遨游了 此时此刻穿梭在天花板上的他 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大长寿 更意外的是他发现 那些天花板上 竟然还有几处都透着光 顺着光的方向 中介发现了能够满足 他所有欲望的源泉 中介顺着小孔的方向 看到了一个陌生的房间 房间里摆着花瓶 很明显肯定住着一个女生 这究竟会是谁的房间呢 中介低下头看看究竟 竟然意外地看到了 沙也没有小姐姐 她是这间酒店里 人尽皆知的宿舍之花 现在正在房间里喂鱼 那前途后翘的身材 让人真想尝尝她的身子 平时看了一眼 就觉得体温升高 心脏直跳 现在在这种地方偷看 竟然觉得更有魅力 更假欲拔不能 正当中介 看了起见的时候 是谁 沙也没有喊了一声 吓得天花板上的中介一哆嗦 还以为自己被发现了 再仔细一看 原来是酒店管理员 这光天化日大晚上的 一个屁股大妖元的 中年大叔来小姑娘的房间 难道是要修水管的吗 这氛围越来越紧张 天花板上的中介 居花都快要家暴了 兔兔管理员说 这个月的房租又盖交了 但啥也没有真可为 是人如其名 果然啥也没有啊 她说这个月手头有点紧 还暂时交不起房租 当听到美右小姐姐 说出这句话 诉说管理员 好像突然明白了话里的意思 她两眼放光 嘴角上瘾 然后身体紧紧贴在美右身旁 天花板上的中介 看得更带劲了 兔兔管理员 轻轻熟路地 脱下了小姐姐的衣服 粗壮的手指 早已不知是渗进了哪里 没想到平日 看起来温文尔雅的淑女 竟然会在背地里 做这种交易 没想到她竟然是个 这么迷乱的女生 按着女生的交喘 此刻这中介 可以说是体会了 一把真人无敌表演秀 最后兔兔大叔 竟然还拿出了绳子 要给这个温柔可爱的姑娘 五花大绑了 你说这谁受得了 你们等会儿 等我擦擦鼻血 咱们接着往下看 万万没想到 这个可爱的女孩 竟然会用身体来抵付房租 去看看其他房间 在发生什么 所以咱们也跟她一块走吧 虽然我知道 你们想继续看看这个房间 中介来到另外一间 屋的天花板上 透过小孔看下去 没想到这里面的小哥哥 正在偷听 隔壁小姐姐的交喘声 然后手还在不停地 做着活塞运动 的确大半夜 谁听到这么销魂的声音 谁还能静得下心来读书呢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 中介窥探了所有房客的隐私 看到了所有人 平时不会让人看到的一面 平时总爱炫耀学历的 精英白领 暗地里其实是个白痴酒鬼 平时看起来 连只虫子都不敢杀的老头 其实在偷偷制毒 平时看起来 文文尔雅的姑娘背地里 其实是个性虐狂 平时五大三苏的管理员 却是个受虐狂 这些平时看不到的画面 让中介觉得异常兴奋 所以从那天晚上开始 爬到屋顶上偷窥 每个房客的私生活 变成了他的人生 最大的乐趣所在 这天同学们打算 趁着周末出去聚会 想叫中介同学一起聚 但敲了很久的门 也没见人应答 中介是不可能去的 这个集体外出的时间 刚好给了中介 完美的窥探机会 甚至其他人外出 中介又爬到屋顶上 朝房间里的茶杯 吐了点口水 房间里的老头 还喝得津津有味 不知道这口水 配绿茶 是不是别有一番滋味啊 而美欧小姐 房间的鱼意外地死了 难道是中介的尿飘零太高了 直接把鱼堵死了 这个隐蔽的天花板 可以说是满足了 中介这么多年隐 藏在心里的犯罪癖好 真夜别人都要睡觉的时候 正是中介活动最频繁的时候 看到远藤睡觉张那么大嘴 呼噜声还这么大 如果这手往他嘴里 丢一只小蜘蛛 不知道会怎么样 更或者 如果把毒药滴进他的嘴里 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会不会就像那只 被毒死的鲸鱼一样 一命无辜了 每当想到这些 中介就会异常的兴奋 自己怎么会有 这些恐怖的想法呢 自己的内心 怎么可以如此的邪恶呢 但既然知道这些不妥 为何心跳会如此热烈 自己会如此兴奋呢 难道这就叫做杀意 但自己明明对这个远藤先生 往日无冤 近日无仇的 为什么会萌生这种杀意呢 这种应该就叫做无差别杀人 而中介也正是因为这种罪恶感 而兴奋不已 有了想法呢 就要实施 所以中介打算去 吃毒老头那里偷点毒药 然后低进远藤 酣睡的嘴里 伪装成自杀 这样就可以神不知 鬼不觉了 中介没有意识到 自己曾经的屋顶偷盔 现在已经悄然变成了杀人计划 一想到自己也会变成那些 自己非常崇拜的犯罪史上的犯人 中介就越加兴奋激动 所以这天夜里 趁着所有人睡着 中介又来到了屋顶 反正凭毒药 悄悄倒进了远藤嘴里 原本还在憨顺的远藤 突然闭嘴 没有了声音 他用力地掐着自己的脖子 不停地挣扎 而看到这一幕的中介 却感觉无比的激动 这种杀人的快感 是他以前从未体验过的 挣扎了没多久 远藤就不动了 难道真的死掉了吗 中介不敢靠近 所以只好回了房间 那种短暂的兴奋过后 中介觉得这件事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真实切夫 那天晚上他睡着很踏实 睡醒的时候 已经第二天中午了 酒店外的骚动吵醒了他 几名警察守在门口 一声从里面抬出一个人 难道远藤真的死掉了吗 如果这样的杀人也太没意思了 就这样简单地杀掉了一个人 中介不敢相信 原本以为的轰轰烈烈 没想到也是如此的平淡无奇 但现在的他又蒙上了新的计划 昨晚杀掉的是年轻力壮的男人 那如果杀死老人 或者是女人的话 又会怎么样 那一定会很痛苦吧 他们一定会拼死挣扎吧 这样一来 自己也就可以看到 更惊心顿破的死亡瞬间了 所以当天晚上 中介又悄悄来到了屋顶上 这种骄要杀人的快感 让他箭步如飞 透过阴森的小孔 他悄悄地偷窥着 按着晚间的脚步声 一个男人走了过来 中介越来越兴奋 最后这个男人 停在了自己的牢房前 中介抬头看向外面 预警又手电照了照里面 看到中介还在就放心了 牢房里的这个男人 让人作呕 好像是整个人 都被黑暗包裹的 看不到一丝光亮 时不时的还在自言自语 阴森地奸笑 而此时的他的 的确实现了梦想 成为了那些 曾经非常崇拜的囚犯 登上了报纸头条 成为了名副歧视的杀人犯 名副歧视的怪物 而江湖川刚好看到这份报纸 那个曾经和自己 在咖啡馆有过 一面之缘的男人 最终还是落得如此下场 所以 如果你想窥探黑暗 就要承担被黑暗 吞噬的封信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 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